紅酒基金是怎樣運作的 其實投資紅酒除了一支支買 其實也可以透過紅酒基金 作為一個投資工具來投資 為資產增值 今集的CAPTER小錢硬 我會和紅酒投資顧問 講講紅酒基金 為何可以成為市場上 新興的另類投資選擇 Polly,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乾杯 Polly,其實我知道 很多人都喜歡投資紅酒 其實紅酒基金的組成部分 又是甚麼呢 其實紅酒基金有兩至三種 一般來說是買一些酒回來 讓酒升值 然後買出去獲取利潤 第二種是投資在葡萄園 而第三種可能是兩者結合 有一部份會投資在葡萄園 一部份會投資在紅酒 你如果賣股票基金 你可能到終結的時候 你是會拿回一些錢 那你就不可以拿走股票 而葡萄酒基金就可以選擇 你到基金終結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拿走這些錢 還是拿走葡萄酒 相對來說 葡萄酒的投資主要都是比較保守的 有一些特別是 佩根地的紅酒很漂亮的 它可以做到一年內 升值超過80% 但平均來說 一隻葡萄酒基金的升值潛力 一年來講約10至15% 講到入場費 紅酒基金的最少投資額 大約是1萬歐羅 而管理費 每年少於投資額的大約1% 相對股市 紅酒基金的回報 吸引力不算大 想回報多些 可以選擇 還釀製著 未正式入樽的葡萄酒期貨 葡萄酒期貨 我們叫做酒花 相關的全部都是說 一些波爾多的葡萄酒期貨 跟買樓一樣 和買樓花一樣 可能第一批會是最便宜 第二批 第三批就會慢慢貴 而亦都會有些 你買的酒花 可能是二手 甚至三手買出來的 當中的回報值也會低 但是如果你在第一手買入 在一個比較直接向酒莊買入的時候 你可以達到的回報 在一年之間 可以有三成的回報 至於酒花的最低消費 就約莫是100歐羅 投資成本不算高 不過就要承受一定的風險 即使人們開始試酒 但是他們看出來的當中的酒 可能他們根本未完成應有的程序 當中亦都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就是如果在當養酒程序裏面出現了 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影響酒的價格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的投資者 我當然想買到第一批的酒花 我可以嗎 其實香港投資者 一般賣現在他們買到的酒花 都是透過可能在英國的酒商 他們已經透過在多個 可能在第二重 或者第三手的買賣裡面 來到不買到的了 藥物來說 第一批買回來的酒花 可能香港的投資者 一般來說都未必可以驗止到的了 那些歐羅升幅都真的相當驚人 如果買酒花的時候 在一個匯對上面 應該要怎樣注意呢 會不會在一個匯對上面 會令到有所虧損呢 其實買酒花的時候 要是買所有的酒 都會在歐羅或者英鎊來購買 即是用歐羅或者英鎊結束 是的 持有美元和港元的投資者 他亦都需要注意這個匯率風險 其實酒花的交易 就不跟一般金融產品流通 透明度又不高 有時候同一批酒花 透過不同的酒商買入 價錢可能相差成一成 所以投資者要好小心去選擇 一些有信義的酒商幫你做投資 休息回來的綠宿會客室 我CINE銷售及市場推廣董事譚令輝 會講下建立一站式服務連鎖店 怎樣刺激市場消費 請說 可不可以 by bwd6